在我们前面的节目中 我们深入介绍了 微博太空望远镜的最新观测成果 带您出探黑洞的形成理论 运行机制 以及那片我们人类上无法触及的 深藏在黑洞内部的神秘宇宙景象 而现在 我们要一起踏上一段更为大胆 更具挑战性的思维之旅 准备好迎接一个 可能颠覆传统认知的惊人构想 这个构想 就是尝试将一个 比邮票还小的微型探测器 直接送入一个真实的黑洞内部 展开前所未有的 近距离探索任务 这项前沿计划 由天体物理学领域的知名人物 意大利学者卡西默班比博士牵头 他专攻相对论和宇宙学 目前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 担任物理学教授 致力于用新方法解读宇宙的终极奥秘 项目的核心技术之一 是利用来自地球表面的超强激光阵列 将一枚微如尘埃的纳米飞行器 加速至光速的三分之一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 传统火箭推进的革命性方法 设想一下 如果目标黑洞 位于距离我们大约20到25光年的范围内 那么这颗微型探测器 有望在70年内抵达目标 随后再花大约20年时间 将它在黑洞边缘收集到的宝贵科学数据 以光速传回地球 这项潜力惊人的探索任务 有望彻底重塑我们对黑洞本质 乃至整个时空结构的认知 它不仅是一项技术挑战 更是一次认知上的飞跃 请继续观看 我们将带您逐步揭示 这个突破性构想背后的 科学原理和工程挑战 一探可能改写宇宙探索 未来的计划全貌 整个设想的核心 是一种极致轻盈 微型化程度惊人的 太空探测工具 纳米飞行器 也可以理解为 未来星际探测的电子信使 它的构造极其简单但精巧 总重不超过几克 主要由一个具备处理能力的 微型芯片 搭配一张薄如蝉翼 可反射激光的轻质光帆 组成一艘小巧 却功能强大的飞行器 与我们熟知的化学 推进火箭不同 这种飞行器 完全依赖 从地球地面发射的 高能激光束提供动力 通过光子的持续推力 使其不断提速 最终接近不可思议的 高速飞行状态 这种激光产生的光压 就像微风推动风筝那样 能将光帆 加速到每秒 约10万公里的速度 换句话说 它能以接近光速 三分之一的速度 穿越星际空间 打破以往太空飞行的 速度极限 按照这一飞行速度推算 这颗纳米探测器 可以在大约70年内 跨越20到25光年的 茫茫宇宙空间 成功抵达黑洞外围 这是人类技术 前所未有的突破 当它完成任务 并开始向地球传输数据时 这些以光速传播的信息 将在约20年内抵达地球 让地面科学家 能够第一时间 解读前所未有的观测成果 这项任务 有着清晰而宏大的科学目标 它不仅仅是一次 去看一眼的壮举 而是一次 为了验证宇宙深层法则 而精心设计的科学挑战 首要任务 是确认黑洞 是否真的如现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 具备预测中的质量 旋转状态 电荷 以及我们尚未真正观测到的空间结构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在极端引力场中 直接研究时空的扭曲 与变化方式 探究那些 在地球上 永远无法模拟的宇宙极限状态 通过在黑洞边缘 这些极端环境下 收集数据 科学家们可以检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核心物理理论的适用边界 看看这些理论是否在宇宙最激烈的舞台上依然站得住脚 然而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必须找到一个距离地球足够近 又足够适合探测的黑洞目标 这是整个计划能否实施的关键前提 目前我们知道的最靠近地球的恒星级黑洞叫做盖亚BH1 它藏身于蛇夫座的星空之中 距离地球约1560光年 质量大约是我们太阳的10倍 虽然近 但仍远远超出此次探测任务的射程范围 然而许多天体物理学家相信 在更近的宇宙邻里中 可能还潜伏着一些更小型 但尚未被发现的黑洞 它们就像黑暗中的隐形猎人 等待我们用新方法揭示它们的踪迹 科学家正尝试通过观测附近恒星轨迹的微妙摆动 或是利用引力透镜造成的背景星光弯曲 来推断是否有看不见的巨大质量正在暗中失利 从而锁定潜在的黑洞候选者 紧随而来的第二道难题 则是技术上的全面准备 毕竟 要让一枚巴掌大的飞行器 独自在宇宙中航行数十年 并在无比恶劣的空间环境中 完成任务 其工程挑战可想而知 到目前为止 人类尚未研发出能够在星际空间中连续生存几十年 同时还要承受宇宙辐射 微流星体撞击 并最终还能稳定地把关键科学数据 从数十光年外转回地球的纳米级飞行器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门槛 现阶段要建成足够强大 能将飞行器加速到光速三分之一的激光推进阵列 所需成本估计高达一万亿欧元 几乎相当于全球多个国家航天预算的总和 不过科学家们预测 随着激光技术能源获取方式与制造成本的进步 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十年内有望大幅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黑洞探测构想并非凭空而来 它是在突破射星这类前沿项目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而成 该项目早在数年前就已提出 要用类似的纳米飞行器飞 向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 半人马座阿尔法星 进行星际飞行的首次实测尝试 而黑洞探测任务 则是在突破射星理念基础上的一次飞跃式升级 它不仅要飞得更远 从四光年提升到二十光年以上的目标距离 更要飞得更精准 因为一旦飞行轨迹稍有偏差 探测器可能永远也无法抵达目标 或者直接被黑洞的潮汐力量撕碎 因此对导航、稳定性、热控和数据回传的要求 都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程度 科学家们常说 如果想知道宇宙在极端情况下的真实面貌 就必须走进黑洞 因为黑洞本身就是宇宙为我们准备的一座天然实验室 在那里 质量、密度、引力和时间的表现都达到了极限 是检验物理理论极端边界的绝佳场所 黑洞那近乎无底的引力深渊 不仅能吞噬光线 还能把周围的时空结构像不一样拉扯扭曲 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才能真正观察到在地球或实验室中 永远无法复制的宇宙行为模式 是检验广义相对论 量子引力和新物理理论的终极舞台 研究的核心之一就是黑洞的事件事件 那是一道看不见却无比真实的边界 一旦越过 哪怕是光也无法返回 它是物理世界的终极分界线 是我们已知宇宙中最极端的单向门 如果事件世界确实如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所描述那般存在 那我们应该能在靠近它的区域 观测到一系列独特的物理现象 比如光线被极度弯曲 时间流速 显著放慢 以及粒子在极限条件下的奇特轨迹 然而 并非所有理论都支持事件世界的存在 一些替代理论认为 黑洞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洞 而是由某种密度极高的奇异物质构成的天体 表面具备反弹或吸附特性 其性质上带揭示 不论真相指向哪个方向 只要我们能用探测器近距离获取足够的观测数据 就可能第一次从实证角度皆是黑洞 是门 是墙 还是一个全新的结构 从而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宇宙谜体 这次任务还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 那就是在宇宙已知的最极端环境中 验证广义相对论是否仍然适用 过去我们在行星 恒星 甚至引力波中测试过它 而这次 我们要在黑洞门口进行最严苛的考验 尽管广义相对论 已经在众多天体运动和引力波的实验中 百战百胜 但黑洞附近那几乎无限大的时空趋率 也许正是我们能首次捕捉到爱因斯坦理论 出现偏差或失效的裂缝之处 为新一代物理理论留下空间 此外 探测器还有望直接测量世界附近的引力红移效应 极光因引力拉伸而变红 甚至可以验证时间在那里的膨胀速度 同时也可能记录黑洞吸机盘中物质流动的模式 磁场变化情况 甚至检测到某些量子尺度下 前所未有的微观效应 这项任务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基础科学 它还将推动多项关键技术的发展 从太空通信到材料科学 从能源控制到自动导航 每一项突破都有可能反补地球应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技术之一 就是激光推进 它可能是人类实现星际旅行的第一把钥匙 未来几十年内 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一技术 飞往临近恒星的旅程 将不再是需要数千年的空想 而是几十年内就能完成的限时航程 随着纳米飞行器技术的发展 未来的太空探索将不再依赖庞大的火箭和昂贵的飞船 而是依靠这些如油票般大小的微型升空仪器 大幅降低每一次探测任务的成本 并实现一键多探多点并行观测的可能性 为了让这些微型探测器在宇宙中长期生存 科学家将开发一系列超清 耐高辐射 抗极端温差的新型材料 而这些创新成果未来 也可能被应用到地球上的高端制造业 空间站维护 乃至消费电子领域 更重要的是 即使这项任务未能完全执行 或最终无法抵达黑洞本体 其衍生出来的技术成果与科学积累 依然具有不可估量的长远价值 可谓成败皆有功 哪怕我们只是在奔赴目标的过程中 取得部分突破 也可能引发整个领域的飞跃 正如引力波的探测 花了近百年才得以实现 拍摄第一张黑洞照片 同样是数十年跨国协作的结晶 这些历史性成就 都始于一个值得一试的想法 但所有梦想都要落地 眼下最大也是最关键的挑战 是能否找到一个既距离合适 又科学上值得深入探测的黑洞目标 否则 整个构想只能停留在纸面方案 如果最终在25光年范围内 仍无法定位一个合适的黑洞 那这项任务 即便技术上成熟 也无法真正实施 只能作为未来可能的路径 存在于理论与设想之中 幸运的是 一系列即将展开的天文观测任务 如盖亚计划的后续追踪 红外寻天和下一代引力波探测项目 正致力于寻找附近恒星运动的微小异常 或捕捉到引力透镜所留下的蛛丝马迹 有望在未来十年内 找到一个理想的黑洞候选者 一旦找到了目标 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另一座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山 工程实现的难度 从材料 通信 电源 到自主导航 每一项都需要实现跨越性的技术革新 这种纳米飞行器 必须在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前提下 独自应对几十年宇宙辐射的轰炸 微流星体的频繁撞击 以及深空中极端温差带来的材料疲劳 同时 它还得搭载 能在黑洞周围异常引力下 正常运作的科学仪器 并通过极其微弱的信号 完成数十光年的数据回传 而将探测器送出地球引力井的那一步 激光推进系统的建设 本身就是一项庞大 独立而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 它不仅需要巨大的能源输入 还要求前所未有的系统协调性和精密度 要把纳米飞行器 从地球表面加速到每秒十万公里以上的速度 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打造出前所未有的高功率激光发射阵列 它的能量输出要足以在几分钟 甚至几秒钟内完成传统火箭数小时 都难以实现的推进 这是一个在全人类历史上 从未尝试过的工程壮举 根据现阶段的技术估算 建造这样一套完整的激光推进设施 其成本可能高达一万亿欧元 这几乎是一个国家级别的财政投入 远超现有任何单一航天任务的预算水平 不过班比教授表示 随着清洁能源的大规模普及 激光发射效率的不断提升 以及高精制造技术的进步 预计在未来20到30年内 这一巨额成本有望大幅压缩制约10亿欧元 这一数字已经接近当前NASA或ESA一项 旗舰级空间任务的常规预算水平 为了将这一设想逐步化为现实 科学家们正考虑采用渐进式路线 先通过下一代天文调查 确认最优的黑洞目标 然后开展原型验证任务 比如先将纳米探测器送往太阳系边缘 如冥王星轨道或奥尔特云 同时分阶段建设激光推进设施 从地面小规模推进测试开始 逐步扩展到能量等级 足以支持星际飞行 最终 在在飞向黑洞之前 尝试飞往如半人马座阿尔法这类 叫近恒星系统的演示任务 从蓝图设计到最终执行 这注定是一项需要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时间跨度的宏大项目 它不仅考验技术的发展速度 更考验人类社会 对科学远见的坚守和资源投入的耐心 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 那些最早提出这个构想 并为之努力的科学家 几乎可以肯定无法亲眼见到任务完成的那一天 他们将以众数人的姿态为后人铺路 这项工程将是跨越数代的接力赛 每一代科学家 工程师和决策者 都将成为链条中的一环 唯有在长期 稳定 持续的投入下 这样的愿景 才可能最终结出果实 而历史已经多次证明 只要我们不懈坚持 即使最遥远的目标 也终将靠近 科学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靠的是一次次试验 一次次失败后的积累 就像1916年爱因斯坦首次预言引力波 到2015年人类才真正探测到它 又如1960年代首次提出黑洞影像的理论 直到2019年 我们才首次拍下那张模糊但震撼的黑洞照片 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时间 更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信念与付出 如果这一计划最终得以实现 那么 它将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对黑洞展开实地探测的壮举 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发展出的飞行技术 深空通信 能源管理等成果 也将为未来几代人开启通往其他恒星 乃至跨越星系的旅程奠定基础 设想将一个只有回形针大小的探测器送入黑洞 听起来也许像科幻小说中的桥段 但它背后每一个技术环节 每一项设计逻辑 都是基于当前正在进行的严肃科学研究与实验推进 这项任务的最大科学价值在于它将带我们触及宇宙最深处的极限环境 在那里 时空拉伸 光线弯曲 时间减慢 可能揭示出新的物理定律 甚至超越我们目前认知的宇宙模型 虽然这项计划面临的挑战堪称天文级别 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 人类一次次把不可能变为现实 飞越大夕阳 登上月球 拍摄黑洞 这些都是最初被嘲笑 后来被铭记的壮举 即便这个计划短时间内无法付诸实践 它所推动的激光推进 深空材料 微型航天技术等方面的突破 也将极大促进星际飞行的演进 并帮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宇宙的结构与命运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未来我们还将为您带来更多关于这些开创性构想 如何逐步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深度解读 一起见证科学 如何塑造我们子孙后代的宇宙视野与生存方式 感谢您的观看与陪伴 愿我们共同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成为照亮宇宙深处的第一束人类之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